全球跨年重坨吸引 纽约时报广场的水清球庆典 每年至少吸引200万人参与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规模大幅的缩减 随了疫情趋缓 纽约市长宣布 今年将会重新开放观众入场 想参加跨年活动 必须要出示完整的接种证明 因为健康因素无法接种的人 必须要提供阴性的筛减证明 并尽可能佩戴口罩入场 很多人等不起 要去跨年狂欢的同时 美国在过去一周的 每天平均新增了8.2万确诊病例 比前一周增加了11% 白宫防疫专家佛奇表示 美国必须要把重点放在 全国6000万 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身上 并积极地为这些漏网之鱼 接种疫苗 为了提升疫苗覆盖率 美国CDC这个月初批准 5至11岁的儿童接种BNT疫苗 迪士尼邮轮公司也将要求 明年1月13号开始启程的 所有航班 5岁以及以上的客人 都必须要完整接种疫苗 才能够登船 记者不加写报道 2 mis arran是 7个集团 都能在 increase 还能够提供 中文最大 心中文最大 计划 总得 不到 现在 集团 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